只要你封功费后的圣旨一到 我立刻会跪下来叩谢圣恩 然后就去太掉自尽 你可以杀了我 可你别拿这玩意指着我 我可不痒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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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却不让他们弟兄们沾沾光 说的好听点是归阳 不就是享受了他们兵权回家种地吗 胡维勇很清醒 说他们不该怪老猪 这一切都是刘伯温在中间作祟 这时候老胡成为了这些人的怀惜大哥 他承诺只要他在一天 就不会让他们出事 众人皆罪为老胡独醒 战场上老胡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酒场上就是他们绑在一块也比不上老胡 至于官场上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管家都替他担心 这是要是老猪知道了怎么办 我怕脑袋掉了 不过碗大得罢了 比这只碗大不了多少 老胡连死都不怕 真不懂他究竟追求的是什么 这时候边关急爆 嘎呼尔率兵五万 趁边关首将回京贺寿的时候进攻北京 甘北草原上的各部族也蠢蠢欲动 朱镖想召集大臣们商业 但老猪却不着急 既然来了 就不妨让他们深入一些 朱镖想了一下当即明白 嘎呼尔一直是边关大患 但他们经常出没于沙漠隔壁 只有幼敌深入 才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老猪看着朱镖如此懂军事策略 不禁开心不已 同时开心的还有胡为庸 他叫起了在他家酒队的骄兵汉将们 说他们不用辞官了 到头来 老猪还是得依靠他们这些骄兵汉将 让他们即刻回去 等着老猪的召见 还说无论他们之中谁挂帅出征 中书省都会全力保障他们的军械良想 让他们无忧无虑杀敌建功 几人听完竟纷纷下跪感谢老胡 这个原本要装重成辞城的铜炉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战书 李竟拿出蓝玉的念了起来 那个血战红都的蓝玉又回来 但老猪却不知这究竟是服侍活 不过李善长还算给面子 避上了自己的辞城 皇上 那天晚上 是臣把自个年龄记错了 还是皇上说的对 臣 今年确实是65岁了 不是62岁 老猪感动坏了 说老李不仅是自己的老师 也是自己的兄长啊 不出所料 老猪果然问了老李左丞相人选 老李也是按计划行事 死活不提胡为庸 当老猪问起老胡的时候 老李又极力反对 说老胡做事往往不计利比 一旦让他掌权 必然会一个劲的建功立业 那样反而会把事情给搞砸了 老猪心中有数 当即把张世成 曾经在杭州建的皇宫赏给了老李 让他安心归养尽情享福 老猪又找到徐达 本一是想让他此次出征 不过徐达也确实老了 他建议让朱棣去 再给他配一个身经百战的副将 此战必胜 老猪也很无奈 这次还是得靠兰玉 这归养的事又要推后了 这时候老猪话锋一转 又问徐达至左丞相人选 让他推荐一个人 不见 咱只倦将帅 不见闻臣 这 胡文雍成吗 成 都成 李善常把自己的桌子 替老胡擦得油光赠亮 此时的他显得有些落寞 临走之际只带了一副棋子 但他怎么说也算是一身功勋荣归故隶 作为几十年老朋友的刘伯温 自然要来送送 两人做了一辈子的政敌 现在终于要结束了 不过他们这次的告别 或许就是永别了 咱们看再说了 让你们先退下 退下 追 兰玉啊 你的将领 比咱的胜票还领啊 朱元璋坐在高台 李静宣读圣旨 封朱棣为征北大将军 兰玉为前军主帅 统帅铁骑五万精兵八万 抵挡杭护尔 两人接过将领 老朱再次提起了 兰玉的宏都之战 那可谓是中华历代 来最经典的一战 他希望兰玉这次 能比以前更加勇猛 彻底消除北部隐患 兰玉当仁不让 他一定把嘎呼尔勤 回来交给老朱处置 但老朱回头一看 说没见过他的这些部将们 让他们来了个自我介绍 老朱一听都姓兰 莫非是一家子 可不是吗 兰玉的义子们 都随了兰玉的心 兰玉啊 到底说了多少义子 莫想也不知道 总有几百个吧 但他的义子们 是个个骁勇善战 战场上自己冲到哪 他们就跟到哪 就是让他们赴汤蹈火 他们也不会眨一下眼皮 兰玉还挺得意 但他不知道 这已经触犯了老朱的逆龄了 但老朱还是黑黑一笑 让几人先退下 可当老朱在转身的时候 几人还在后面跟着 直到兰玉发话 几人才慢慢退去 厉害了 兰玉的话比老朱的圣者还灵 兰玉连忙跟上解释 说自己带兵向来军纪严明 对于上级的命令要无条件地服从 这么多年来 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声音了 老朱这时候需要兰玉 不仅没有处罚 还对他大家赞赏 他顺道又问兰玉 这次出征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兰玉想了想 末将只有一个要求 斩掉那个老陆生 刘伯温 他竟跟咱们作对 老朱脸色微变 兰玉啊 咱听着 怎么好像你在威胁皇上啊 兰玉立即下跪 发誓自己万万不敢冒犯天威 只是那老刘太可恶 总是败坏老朱跟淮西将领们的血肉亲戚 淮西将领们是恨透了他 如果不把他罢官免职 将士们恐怕会士气低落 此战的胜败他可就说不准了 他的三十五口家人都在京城 如果此战败了 老朱可以把他全家人全部斩禁 但他还是只有那一个条件 罢徹刘伯温 老朱咬了咬牙 让兰玉放心出征 还让他告诉那些淮西将领 自己一定满足他们的愿望 让他们一定了无牵挂 全力以赴的作战 今天的这件事让老朱憋屈坏了 兰玉的那些义子们 根本没把他这皇上放在心上 他让朱镖牢记今天的耻辱 要让他像你把刀子一样插在心上 永远不忘 他让朱镖叫来朱棣 他再三地叮嘱 让朱棣学会兰玉的排兵不振之术 兰玉在戈壁滩上攻杀的本领无人能挤 让他成为像徐达一样杰出的将帅 他根本不担心关外的嘎护尔他们 而是担心以后的顽敌 不在关外而在京城 在这朝廷之上 他再次陷入了沉思 如果以后自己并天而去 那这仁慈的朱镖对付的了 无为用那帮权臣吗 刚勇的朱棣对付的了 兰玉这帮汉将吗 这大明的天下究竟还会姓朱吗